很多人和前度都未必做得回朋友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凡事都有例外 就好像任家圈和前夫长成钟一样 日前南方和金钟长事后 稳轻宣布结束两年情 刚好消息传出的翌日 Selena就出席公开活动 她说看到报道之后 也有主动慰问对方 对呀 我昨天在拍杂志 然后媒体就来问 然后我今天就跟我说 阿丁的新闻 我说 又怎么了 没有了 开玩笑 然后就 她就说 好像有这个这样 然后问我们的回应 我说 我不知道 那当然就是祝福她 那后来有关心她一下 我就是大概问她还好吗这样 那她就说还好 然后我就说 你真的很会 我明天有记者会 不然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媒体 我们这也是几世的因果才换得了金氏的因缘嘛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大家都会这样去联想啦 我觉得对我跟阿丁来讲其实都已经可以接受了啦 对呀 那其实我跟她平常真的 我们都是可能重要 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联络 那一般的时候都是把 要祝福之心在自己的心里啦 对 Selena自从五年前跟前夫离婚之后 积极面对新生活 近年还培养了一种新兴趣 就是到郊外行山露营啦 问到有没有乘机认识新朋友 Selena就坦然确是有对象了解中 不过说要先跨越一下心理障碍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唉 我的春天啊 不知道欸 老师不是说缘分还没到吗 是的确是有人觉得我还不错 但他是觉得姐姐不错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你自己比较小 对啊 你自己不能接受 我 我觉得 嗯 有一点难度吧 因为我 我 我觉得 嗯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男生都比较 比女生还要来得幼稚一点 所以 就希望会找年纪 当然要大一点 也没有真的很深入的 譬如说聊天 谈心 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先互追IG啊 那你们不就知道他是谁啊 有没有关系 想骗我啊 Celena 不要想太多 记者朋友都是想关心一下你 其后Celena又自爆这位弟弟 小自己七年 又预告说 就算翌日被影到一起 她都会坚决否认要保护戀情啊 就算相关心一下 字幕君录音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能够评论 在你今天 我们在他那一年 做什么功词